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该地区为正式设立。 只有少数俄罗斯族人和厄伦春族列明游历,经常出现在此地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,该地区地权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厄伦春自治起。 厄伦春这一族称,在1640年4月28日,重德5年3月丑,是以俄尔吞出现的。 1683年康熙22年以后,文献中多次出现俄罗春、厄罗春、厄伦春等不同写法。 从1690年康熙29年10月时,厄伦春才作为统一的俗称固定下来了。 厄伦春是民族自称其使用迅诺的人们。 另外,厄伦的发音与迅诺的发音Orang相同,是表示人的附加成分。 两者合起来为Orang,即厄伦春,汉语就是长路人。 之一,在日伟统治时期,对厄伦春族采取了民族隔离政策,与其他民族悠久的联系被割断。 1953年开始,国家相关部门在这里进行森林调查和勘察。 1960年7月,成立加格达齐连业局,同年11月,设置加格达齐镇。 1964年2月,开发大兴南岭的工作开始,统称为林区会站,指挥部就设了加格达齐镇。 1964年10月,加格达齐镇党政机关,及其所属部门,全部交给会站指挥部。 加格达齐镇与厄伦春自治其的隶属关系脱钩。 1965年3月,加格达齐镇被并入松岭林业公司,并撤销了镇的机构建制。 这就形成了正取合一的特殊行政规划。 1966年4月20日,由于开发森林资源,支援国家建设。 国务院在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协调的基础上,以国内自115号文件,批准将热伦春自治其东北部,在原属地不变的原则下划入大兴南岭特区。 1967年末,重新组建加格达齐镇。 1970年2月,经国务院批准,加格达齐镇改称加格达齐区,设为大兴安岭特区首府大兴安岭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。 1970年4月1日,大兴安岭特区改为大兴安岭地区。 元属呼伦贝尔盟的莫利达瓦达沃沃尔族自治旗、厄伦春自治旗,全建制化归大兴安岭地区管辖。 1979年5月30日,莫利达瓦达沃沃尔族自治旗,和厄伦春自治旗,化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。 原属厄沃沃尔村自治旗的加格达齐区、松岭区,仍由大兴安岭地区管辖,但原属地全不变。 1986年1月29日,国务院批准加格达齐区为县级区建制。 加格达齐区素有临海明珠、新兴林城,和万里兴安第一城之称。 由于加格达齐区和松岭区,在地理上,属于呼伦贝尔市厄伦春自治旗,为此,黑龙江省政府每年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。 加格达齐已经具备了一个地级式的规模,在经济实力和城市规模建设上,远远超过了它地权上隶属的厄伦春自治旗的县城规模。 加格达齐,1988年。 摄影,De Quiet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